大家好,我是黄宇如,指导教授是简国同老师 研究题目是台湾西部主要河川 从北部蓝阳溪、淡水河到南部高平溪等河川中 溶解泰吾基氮在干湿剂变化下的差异 首先DIN数据资料是透过环保水质监测资讯网取得的 氨氮、硝酸岩氮、亚硝酸岩氮、三项参数加总的浓度资料 而各河川的测站数量列在河川名称右后方 以淡水河为例,测站遍布在淡水河主流 以及三条主要支流、基隆河、新电溪、大汉溪 并且将出海口位置定义为0公里处 基隆河与淡水河主流汇集处的测站便是7公里位置 透过水利署所公告的流量资料 取得台湾各区域每月平均净流量 借此也可以得知各区域干湿剂的代表月份 做后续DIM干湿剂浓度比较 将17年干湿代表月份资料平均后的结果 可以看到北部河川的淡水河主流 以及其他支流在浓度上有干湿的差异 其他北部河川也有相似的情形 而中部河川差异较明显的是中港溪和后龙溪 中部河川的污溪干湿剂浓度上的差异较不明显 南部河川的高平溪在主流与接近下游的支流 有相对明显的干湿剂差异 其他的南部河川可以观察到更加明显的干剂与湿剂的浓度差异 因此干湿剂差异会反映在浓度上的变化 可能会受到流量的控制所造成的稀释作用 又或者是受到表面浸流的增加 带来更多的陆地污染物 透过F通量等于C浓度乘以Q流量的关系式 先假定F固定 也就是来源固定时 则浓度会正比于流量的导数 将环保鼠测站对应于水利鼠流量测站 取得环保鼠采样日期前三天的流量平均值 并做DIN浓度与流量导数的线性回归统计 在北部河川中R²皆小于0.2 在中部河川中则小于0.1 南部河川中济水溪有相对较好的R²等于0.45 但其他南部河川皆小于0.5 沿水溪二人溪以及高平溪皆小于0.3 整体而言 北中南山区域的河川R²皆小于0.5 因此无法解释原先的假设 也就是说输入来源是不固定的 浓度不单纯只受到稀释作用的影响 那想知道干湿剂影响下的通量变化 首先必须除去海水输入的稀释效应 计算出有效的DIN浓度C star 并且估算出河川总经流量 接着一样透过F等于C乘Q的公式 便可取得氮输入到河口的通量 这是计算后各区域河川在干湿月份期间的平均通量 大部分河川湿剂期间输入较多的氮进入河口 而其中氮水河、凤山C、巴掌C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比较特别的是北港C在干季输入的通量较湿剂高 接下来看氮通量随时间的变化 橘色和蓝色分别表示干季与实际的氮通量 而虚线表示的是流量 在图上可以看到当流量出现的峰值 大致上和氮输出的通量有相似的趋势 图前期和凤山C也能看到相似的情况 中部的河川 以及南部的河川 也有相似的情形 虽然上升的氮通量幅度并没有和流量完全的吻合 但可以推断当表面净流量增加时 有可能会带来路源的物质 并且增加输出的氮通量 整体而言不论是DIN浓度还是氮通量 都会依干湿剂而有所差异 但并非单纯受到净流量的影响 更多的是受到输入来源的控制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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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